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我们在讲中美大对抗的时候 美国干嘛 美国是要把你的技术完全切开 我要把你的资金切开 资金切开这样就有可能吗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股排 因为怎么讲 连软银的孙真理 连投资腾讯最大的股东 南非的那家公司 也都要跑掉了 对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来说 其实我们从这个外国人 特别是过去在中国赚了非常多的 两个外国人就知道 一个是孙正义 一个是南非的NASPER 我怎么这样说 我们中国有两个巨头 一个叫阿里巴巴 一个叫腾讯 他们最大股东 刚刚好都是外国人 那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 就是孙正义 孙正义在2000年的时候 投资这个阿里巴巴 20%的股份 后来一直膨胀 膨胀到最高的时候 有34% 那34%在这个腾讯 在阿里巴巴最高价的时候 你知道 高达市值2000亿美金 就现在为止来说 2000亿美金 现在大跌 大跌说 你看这之前 他股价上涨的过程 现在又回到他之前 上涨之前 所以有人就说 你要十年一场空的 这个状况 不过他还是赚了蛮多钱的 可是他最近 跟美国的这个SEC 证券管理局 提交一个报告 就说因为他是大股东 大股东在台湾一样 你要卖 你要申报 你要申报说 我的处分状况是怎样 不可以随便买卖 对 他就说 我准备要这样卖 他原本34% 他说我现在要持续的减持 最后只有到3.8% 我只要控压3.8%的局面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他等于是只要变原来的十分之一 对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其实他最近一段时间 孙正义自己本身的软体 也是亏钱 他也买了很多 中国的股票也大亏特推 所以他现在只能够 靠处分阿里巴巴 然后可能 但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卖光光 所以表示他对阿里巴巴的未来 是相当相当的看淡 所以你说这一夜直球 如果连孙正义 在整个中国赚这么多钱 有这么好关系的人都要跑 那大家都要跑了 对 还有另外一个公司 就是Nespers Nespers其实他更传奇 为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南非的小公司 就没想到 因为他1997 98年的时候 他后来去投资了腾讯 就腾讯变成是 他还是买谁的股票 买以前李泽巨的股票 李泽凯的股票 李泽凯卖给他 然后他承接了之后 结果没想到大赚 那最高的时候 他曾经赚的 也是上千亿美金之多 就没想到 他决定什么 他说因为他这几年 一直不断地卖 不断地卖他就说 他现在把他的股票全部都存到 这个香港的证券管理局去 做这个集中保管 为什么 他说我未来要有序地 在市场上交易 最后我要把这个股票 降到零 所以他是要 他不要 他不要买腾讯 他要把它慢慢卖 因为他股份太多 他只能够慢慢卖 慢慢卖 他说最后一天 我要把卖到全部都是零的一个状况 那他代表他完全不看好腾讯的未来吗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什么 因为腾讯上一次不是说 我现在没有钱 我现在把我的美团配给你嘛 你就十股腾讯可以换一股美团 就没有他 因为这个 Nesper是最大股东 所以他拿了一堆美团 就他现在也说 那我准备 我也把美团的股票 我也寄到香港的中央控管去了 也是准备要卖 所以如果你看好中国的经济的话 美团是中国最大的外卖 类似台湾的Uber Eats这样 你居然不看好你要卖 那更不用讲腾讯 所以他两个全世界在中国赚最多的机构跟个人 他都要卖中国 几乎是初清掉 你就知道他们其实真的相当相当看坏中国的前景 因为你跟他讲 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深厚 在中国赚那么多钱 对 还要想尽办法跑掉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巴菲特嘛 巴菲特最近不是卖了台积电吗 但他其实也在减持这个比亚迪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其实有两边都很危险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在讲现在其实外资重大的这个外资或是大资金的人 现在其实有一个目的 就是能够逃离中国越远都是越好的一个局面 对 那到底是因为中美对抗 美国不允许他们在中国再持有 还是说他们真的没有把他待下去了呢 好 抱歉 虽然因为中美对抗之下 地缘政治就会起来 所以台湾跟中国的部分股票 就会受到市场的抛售 另外第二个是 其实我问了很多外资 外资都是认为说 他们对习近平是相当相当没有信心 他们是对习近平投下一个反对票 好 正好 刚刚讲好的 现在在中美大对抗的时候 刚刚讲的很多的外资 很多的大场战 我要跑掉了 我不相信 可是给台湾了一个机会 因为全球军工股大涨 全球军工股大涨 美国要给台湾很多的资源 就台湾今天十个军工股居然涨停了 对 台湾其实真的十个清空股 全部都涨停了 我们其实给大家看 这些的涨停都是非常明显的 各式各样的涨停板 包含雷虎 包含宝胜光等等 全部都涨停了 那昨天我们在谈说 台湾军工股股是有搞头说 其实坦白讲 很多人都在唱衰台湾说 台湾怎么有可能 台湾没有机会 台湾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会唱衰台湾的人 我坦白讲 我就一个科技人的眼光看 我觉得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台湾做不到 我的观点是台湾早就做得到 只是很多事情美国不让做而已 比如说我们讲 真的这么厉害吗 我们讲太多电子电控系统 这些我都不谈 我先谈一件事情 那个陶瓷鼻椎罩 什么叫陶瓷鼻椎罩 就是所有的飞弹人 你只要那个飞弹人的弹头 他都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 那个弹头都是最热最烫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它到亚音速乃至于 音速真正极音速飞行的时候 它的温度超过1000度以上 可是问题是 它平常温度 发射前可能天寒地冻 可能是零下的 打出去的时候 从零下10度20度 恶物弹针吧 零下30度 打出去的时候 从零下30度 加温到1000度 你不要裂掉是飞弹非常难的 我们台湾过去买标2的飞弹的时候 就有那个鼻椎道裂开过 我们买标也掉过 对 这是货真价实 可是问题是 中科院就跟很多讨资厂去研发 做出这个鼻椎杖 做出来后连美军都跟我们订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材料科学 很早前清那就有材料科学系 我那个时候18岁填志愿的时候 材料科学系是前起志愿 台湾很早就投资能力跟科技 到材料科学系上面 所以现在我们做出来这是一个 再来我们刚刚所谓的电控系统 自动化系统 这我谈太多我不谈 我就讲一个台湾的老企业 你想都没有想过 它叫高桥自动化 高桥 它从干嘛 它从原本做蚊箱的 大家听清楚 做蚊箱的 到后来做什么东西呢 做猎雷箭的船屋 做所谓的云豹甲车的底盘 当然还要帮我们南港202冰工厂 做大口径弹药的组装 做蚊箱跟这个差太多了吧 这是台湾人喔 你很难想象吧 我先跟他讲 他以前是做Modern Hill 对 蚊箱还有LIDAR 做蚊箱跟LIDAR 我跟你讲 他叫李毅龙 李毅龙真的厉害 他从12岁就开始做黑手 可是他有念书 他12岁就做黑手 可是他后来考上彰化工专 后来念张师大的电子所毕业 后来跑去念博士班 他电子所毕业之后 他就创业 1982年创业100万创业 创业的时候刚开始做什么呢 做自动化的蚊箱 后来做自动化的LIDAR 这个东西怎么转机 台湾人就这样子 真的没有路 自己都可以走出一条路 他后来改做这个什么 微型钻头的生产设备 就那种很精密的钻头 他那时候他不是做这个 他是帮别人做 微型钻头的生产设备 做出来之后你知道吗 对方倒账 倒6千万 很多耶 对 对方说那不好意思 他帮我设备还你吧 他说怎么办 他现在拿到设备 微型钻头设备 他也不会啊 他两条路嘛 一个这个设备拆掉当废田卖 另外一个 硬着头皮做微型钻头 就要选择第二条路 硬着头皮 做微型钻头 好 那他踏入做微型钻头之后呢 因为他微型钻头 他还可以做什么 印刷电路板上面的那种钻头 后来他就半只脚踏入了电子产业 我继续讲 这故事你听都吓都吓 可是他 他都是门外汉 他是门外汉 可以这样踏进去吗 因为他肯学 他一边念书一边干嘛 把同事同学 拉进来变同事 一起来研究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李逸龙 然后李逸龙本来是做邦安逸位 做邦安逸位以后 我就做这种钻针 做这种钻针 我就什么都做了 对他慢慢做 他钻针就 接触到微型电路板 印刷电路板 等于半只脚踏入 我现在讲关键 后来他接到一个 美商做 晶圆切割器的单 差不多吧 都是转的嘛 对不对 结果呢 好美商知道他不太会做 先派五个瑞士的工程师来教他 你知道吗 这五个瑞士工程师来教他 然后只教一件事 怎么锁螺丝 五个瑞士工程 锁螺丝我会锁啊 我做钻头啦 他说拍谁 你要锁到这个罗帽里面 一颗灰尘都没有 一颗灰尘 你要怎么锁到一颗灰尘 他说很简单 因为你做晶圆切割 我们都讲几奈米几奈米的嘛 你一颗灰尘包含罗牙的崩裂 或是你整个罗帽的那个硬力不均匀 你的切片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如果切到完全的真远 他就这样被钓被钓被钓 钓到后来 哎呦 连这个也搞定了 他连这个都搞定的时候 他发现 我环顾四周 我变台湾机密加工第一名 第一名 前第一流的 结果后来开始做军工产业 结果他接到南港202兵工厂的单 202兵工厂 你知道我们南港202兵工厂以前多土 他那时候做那种大型的这种炮弹 他做炮弹的 那个大型的炮弹 你从混火药 然后秤重 然后把火药倒在这个孔里面 然后这样压 全部给我人工 你全部给我人工的时候 你当然压得不平嘛 你当然成本不通嘛 后来他就问 你知道我小时候常常听到什么 南港202兵工厂有很多很恐怖的爆炸案 爆炸嘛 你当然不通嘛 后来他跑去问 我小时候很怕南港就是因为202兵工厂 你光是现场粉层多到一个程度 一个火药就爆炸 跟8000层爆状况一样 好 他后来就请这个所谓的我们高桥 把他打造自动化冰工厂 打造完之后 整个产线的人数 少于9成 只剩一成 然后呢 每一次 就一个弹药的火药 精准度变到0.001 小数点后三位的精准度 后来呢 列了一件的船物 拜托他做 后当月列了一件后面有些问题 所以没有做下去 可是后来云豹甲车的底盘 也拜托他做 从黑手到精密加工 台湾比比皆是 我就问一个 全世界最好精密加工在哪里 就在富士康嘛 最精密的iPhone 由富士康来做 做100万支 没有公差嘛 所以对于台湾的人来说 很多你不相信的事情 在台湾正在发生的 所以提会 现在你之前讲 军工产业有可能 继半导体之后 变成我们第二个护国神山吗 很多人可能不相信 但是事实上 因为军工产业 它是在全球来讲的话 现在美国是最大的军火提供商 那因为俄罗斯 俄乌战争 它的俄罗斯的军火 不能用的情况之下 大家可能转弹 都转到美国这里 但美国自己消耗不了 所以美国必须要跟台湾合作 台湾 其实美国不太相信其他国家 其实最相信就是台湾 因为台湾跟中共 是一定是敌对的 不可能说 因为台湾不可能 去并到中国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基本矛盾 对 有基本矛盾 所以他希望说在这里 但是他也不会 完全交给 我们还是有一种 就是代工的这种概念 跟台积电一样的意思 他也不是完全 就是全部交给台积电 但是就是说他信任台湾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 做得还不错 而且台湾人有干劲 有苦劲 然后也很常常加班 对 所以这个 还有所有的相关的产业来讲的话 台湾什么东西的领主件都找得到 对 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 他们是非常新的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现在已经开始技术转移 给台湾之后 让台湾能够做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随着美国的军火工业的起飞 然后让台湾整个军火工业起飞 然后因为这些智慧产权权 是属于跟美国有关的 对 所以美国自然在保护台积电的情况之下 也会保护他的军火工业 所以台湾渐渐就会受到保护 所以我一讲说 因为他是可能下一个世代 或是下一个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 第二个护国神山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是跟美国是有关系的 所以美国不可能把这个东西交给其他国家 而且你讲关键点在于说 刚刚讲你今天台湾做PC是干嘛 我们跟Wintel做这个合作 等于说我们是变成了他的一个代工 那我们今天不敢是做手机 或是做半导体都是这样 现在这个军工 我们也真的可能进到这个产业链里面吗 对 因为现在已经就进到产业链了 已经进到 已经进到产业链了 而且进到那个军火的供应链当中 那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 重点是说 他在什么样的范围跟程度上面 给你更多东西 然后你台湾绝对是做得出来 问题是说 现在美国的授权范围到哪里 这是要跟美国继续谈的 所以5月出来的这25家厂商 就来谈到 就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来谈生意的 而台湾如果说这些代工 都能够做得符合美规的要求来讲的话 基本上进入到美国的这个供应链 跟生产链来讲的话 然后他们也会跟中国做一个区隔 做一个锻炼的一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你知道 习近平其实 为什么对马克宏那么好 因为除了美国之外 法国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军火工业的国家 那对法国来讲的话 他今天来讲想要争一口气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西方国家有自己的一个规则 跟他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马克宏就算他自己起口大力 法国政府内部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就是一个机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